欢迎回来焦点 我们来看韩朝关系好转 对逃离朝鲜到韩国定居的脱北者有什么影响 在韩国的脱北者有三万多人 他们冒险从祖国叛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其中不少是因为不满原来的生活 或者被迫害而心生离异 由于南北长期对峙 脱北者在朝鲜的遭遇 在韩国都会被大肆报道称为宣传工具 过去一年多 韩国和朝鲜迈向和解 这些脱北者对最新的局势发展有什么感受 38岁的崔成国是一名脱北者 2010年10月 他冒险越过朝鲜边界进入中国 在途径老挝和泰国 辗转来到韩国 南北去途径老振和说 我很长时间 但最厉害于国家里 美 Sheikh共用 靠屯时 離开奥 浩和后裁用 并都会以后 seriously Uneák船被权逃 我就已经死的 何人都会 向� hob 是 我都不忍耐了 崔成果还在朝鲜时 曾在平壤一家动画工作室工作八年 画的主要是宣传品 来到首尔之后 他先在一家向朝鲜广播的电台当记者 两年前他被一家杂志社聘用 担任网络漫画家 才终于重拾画笔 我作诗大学 首先我又想以作职裤 我和上一年 这次各集的职用 我继续要询想到北美人 也认为外国人 也认为外国人 与外国人地上 与外国人地上 想到个人地上 我以为外国人地上 文化理解中间的证误和认误 从小时学习的这些东西完全改变 所以我更爱和欲望 我更想去 文化有这种努力 所以我愿意做这种作品 崔成国的作品呈现的主要是朝鲜民间的生活面貌 在韩国生活了八年 她的画作已经能够用韩国人能理解的方式 展现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 对她来说 脱北者能够在异地生存下来意义重大 35岁的赵美宁比崔成国早六年从朝鲜逃到韩国 她是一名广播员 主持对朝鲜广播的节目 专门向朝鲜听众介绍韩国人的生活 未来6万之后 未来6万之后 她是一名广播的节目 她是一名广播 她是一名广播 她是一名广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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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提供 这里 她 FEELC 我们都开始该如何 我们头发送一个 伤害 这种困难 的ヤ Raspberry 或者我们在陪伴 和我们的身边 適 seasoning 如今赵美玲已经适应了韩国的生活 对于韩国和朝鲜的关系 在过去一年来快速好转 赵美玲正面看待之余 难免心存疑虑 2019年元旦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 发表全国讲话 表示朝鲜和韩国的关系 已经进入全新的阶段 有报道指金正恩将在近期内访问首尔 所以即使我们在整个人的关系 和南韩国的关系 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济 和南韩国的关系 我们仍然必须要面对 人的关系 在南韩国的关系 韩国目前有三万多名脱北者 其中七成以上是女性 去年五月朝鲜向韩国政府施压 要求遣返十二名在两年前 从中国逃到韩国的朝鲜餐厅女服务员 虽然韩国最终没有答应 但南北和解对脱北者未来的处境 会有什么影响 毕竟让人关注 这种政策的方式是南北和海外 要美国解除制裁 以及在韩国的战略武器部署 有舆论认为 第二次的特勤会 如果真的举行 看点将是特朗普会做出什么让步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之后关注印尼总统选战